欢迎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六点半 准时收听我们的股市旗簧后 我是主持人德宇 很开心今天又邀请到了我们经济日报 选谷比赛八届冠军 同时也是最年轻选谷冠军记录保持人的张佳寅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佳寅老师早 德宇早 大家早 其实佳寅老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一直到现在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想要问老师 就是佳寅老师我们都知道说 不管是经济日报或者是工商时报 或者是方间有很多的选谷比赛 但是经济日报的选谷比赛 它很难 它难度非常高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个赛季其实就是一季 也就是说三个月 对 那三个月当中你要不断的累积你精彩的这个选股功力 然后选出很获利率很高的这个股票 然后最后拿到这个季冠军 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相当的不容易 而且老师你那个时候拿到冠军的时候年纪很小 对啊 对对于很多这个分析师前辈来讲 是一个小美眉耶 没有想到小美眉居然能够连拿八戒冠军哦 到底是怎么样做到的呢老师 嗯 因为我知道说其实股票的题材我有跟德宇分享过 我多半是从生活中去做选股动作 嗯 就像股神巴菲特一样 他喜欢喝可口可乐 所以他去投资可口可乐 对那因为生活中选股其实就是很跟我们做贴近啊 嗯 时下流行的什么东西 或者是大家最新闻夯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可以从题材面去做着手动作 嗯 所以我认为说选股有三个要领要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题材面要有 嗯 再来就是基本面有没有扎实 嗯 甚至技术面有没有出现转向的讯号 所以只要把握有题材有基本面有技术面加持的股票 我认为说都非常的有机会会大涨一个波段 好 所以呢要有题材 然后基本面要很扎实 然后技术面有没有出现转强的讯号 其实讲到这个技术面有没有出现转强的讯号啊 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 为什么呢 因为讲到这个技术面有没有出现转强的讯号 我们都会去看什么线图啊 或什么 常常呢就会觉得说好像要变强了耶 好像要变强了耶 然后就跳进去 结果跳进去发现并没有 或者是只强那么一两天 只强那么一两根的红K棒紧急着又转向下了 所以呢选一档强势的股票 甚至是一整季悬鼓比赛都能够屡创夹击最后拿到冠军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尤其是小妹妹 好那当然我要问老师了 不可能整季比赛你都是一直这样子顺风顺水都一路向北 一定有碰到过低潮对不对 没错 有碰到过挫折 没错 老师你怎么克服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其实台股其实一路从大概八九千点吧 一路涨到万点 再从万点崩到七二零三 其实那中间的过程是非常的煎熬 我相信有投资股票的人就知道 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台股整整蒸发大概有三千点的空间 三千点耶 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能就是看盘软体删掉 手上股票出掉 然后就直接写毕业文了吧 没错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要逆向去思考说 有什么样子的投资机会 会是可以逆风而上的股票 就可以从这个当中过程当中去反败为胜 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 对 老师那我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好了 可以啊 因为嘉宁老师在我的印象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女生 然后随时都这样笑脸迎人 老师你有过心情不好的时候吗 有啊 脸会很臭啊 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都会做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重新获得信心 或把自己从那个比较悲观比较低的情绪当中去拉起来 我应该就是用阿Q胜利法告诉我自己说 其实我是很厉害的 我会不断自我催眠 就是可能我可能投资五支股票 那可能两支是大涨 然后三支是赔钱的吧 对 那其实我就会告诉我自己 我其实是有能力挑那两支强的股票 而且我也可以让那两支股票赚的钱 迷股要那三支股票赔的钱 这个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嘉宁老师提到了一个这个重点啊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投资市场 我们最后算的是总成绩 没错 千万不要因为一档股票表现不好 然后就对自己丧失了信心 但是呢 如果真的手上的股票涨幅跟不上大盘 或者是说呢 别人的股票都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整个的指数都已经创新高了 你的股票还原地踏步 甚至是逗退撸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下 自己的操作策略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可能就会去观察说 怎么样子的操作策略 可以就是让我们绩效拉高 或者是我们的选股方向 有什么地方要做修正 从错误中去做学习 对 所以老师刚刚分享的这个阿Q 阿Q法我觉得蛮好的 不是阿Q筒面 阿Q筒面蛮好吃的啦 好 但是这个阿Q法我觉得其实很棒的一点 就是说其实不只在投资市场 我们在人生当中也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低潮 但是你要学习去往好的那一方向看 然后我可以做的我可以做到这样 那我可以这么棒 那当然我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永远不要放弃 那永远不要忘记看自己的优点 看自己好的那一面 这个是嘉宁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他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日报选股比赛 这么年轻拿下八届冠军 而且呢最年轻冠军记录保持人一直保持到现在 的确是有他过人之处 那当然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 选股我们假设说五档股票当中 因为选股一次都选五档嘛 那三档表现不好但是有两档表现好 那我有信心我这两档的涨幅 我的获利就能够不但能够弥补我那三档的亏损 而且还能够让我的投资朋友是赚得很有感觉 比如说在2024年今年第二季 老师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档 非常非常标的股票他就是3450的联军 这档股票为什么我特别有印象 因为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他才七十几块 对 才七字头 但是后来呢他直接翻倍赚超过了150块 我很想了解就是嘉宁老师你怎么样在70多块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联军这档股票很有潜力然后决定要投资他 为什么 好因为我们知道说刚刚有跟德鱼分享 我的选股心法就是要提材要基本面要技术面加持嘛 对 那联军这支股票我也是从生活中去做选股 嗯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4月29号台积电北美技术论坛 对 在4月底的时候召开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疯狂的在讨论矽光子的股票 嗯 对 那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说矽光子的股票其实多者到3050档都有 但是我应该要怎么做切入 甚至我们要怎么样子在矽光子的股票里面挑选一档最具有潜力的股票 我就思考了非常的久 所以我就是在题材中选股的嘛 那既然我知道说台积电北美技术论坛告诉我们说 2026年可以整合COAX的封装导入CPU在未来实现 那当然CPU的股票就可以留意 因为他已经有题材 而且是台积电亲自点名哦 他直接讲出矽光子直接讲出CPU 但是老师也讲到了一个难度 就是CPU矽光子他不是只有一档两档 他可能二三十档 怎么选到联军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CPU的股票我们从题材有了嘛 对 就从基本面去做切入 那基本面的部分就可以发现到其实大部分的光通讯大厂 甚至一些广通的股票几乎都是亏钱的 哦也就是说他们空有题材但是还没有营收 有梦但是没有实际的去实现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在想 怎么样子的股票可以有基本面扎实的题材 可以去支撑他未来的梦对于是我就挑选到联军这支股票嗯因为联军这支股票 在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其实过去五季都是亏钱的 哦他亏了五季耶 对那他最新公布第一季的这个财报的时候嗯 我们就领先市场直到说他今年有亏转赢了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转类点就是对亏了五季之后在2024年今年的第一季开始赚钱了哦对那他赚钱之后是不是转积性一出来嗯那通常这种未实现的梦变成已实现的过程之中这种具有转积性的股票具有多年的观察经验他的爆发力是所有股票里面最强的从无到有从亏转赚钱了 对因为你要想亏钱的变成亏钱跟亏钱到赚钱等于是比原本赚钱成长的幅度还高对对不对嗯那再加上除了这个我刚刚说的题材面跟基本面以外其实技术面他也出现从底部起涨的现象也就是CPO的股票多数都大涨一波但是他没有涨到位阶构低位阶构低这个也是我们选股非常重要的一点哦嗯好那么家英 家英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他怎么样找到联军但是我们知道说家英老师找到的标股发现的这些好股票呢不止联军这一档一定还有什么秘密没有被我挖出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近一段广告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先把家英老师免费的Light粉丝团加起来跟上我们冠军的脚步哦那么待会继续来挖秘密咯欢迎继续回到股市奇皇后的节目 今天这一集节目真的是含金量很高套一句这个网路上常用的话叫做干货满满啊对不对哦真的是能够学习到怎么样经济日报比赛选古比赛连拿八戒冠军而且那时候是一个小美眉你知道吗我相信哦真的是小美眉进入这个分析师的世界哦就好像小绵羊进入到 当然不能说我们不能说进入那个恶狼啊好不好好这个进入叢林的小白进入叢林真的真的好不好而且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哦在分析师的这一个呃工作环境里面女分析师其实是比较少的对好我们以性别比例来讲女分析师是比较少的老师那我我问一下你为什么想要成为分析师 你你从小就想要当这个行业吗还是说其实你小时候其实是有别的志向那后来长大之后才变成分析师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嗯对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疯股票哦对所以你小学三年级就想当分析师哦不是我也觉得三年级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我爸妈就说要买台积电的零股给我做假装 等到我等到我结婚的时候就可以拥有台积电变成富婆哎那个钟爸爸钟妈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听节目或者是在看我们的YT有远见有远见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台积电几百块吧对啊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男生都开始在希望我问一个问题老师你的择偶条件是什么哎 哎台积电当价装哎不得了哎好所以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灌输你说要买台积电的股票没有那时候就觉得不懂为什么要买台积电给我当价装那小学三年级也不懂嘛嗯可是就觉得说哎爸妈经常信的带我去吃饭啊嗯或者是我妈以前小时候都不至于洗头都去美容院洗哦哦哦所以 其实就是因为股票其实就是因为股票就是家里的人投资股票赚钱哦所以装妈妈都去美容院洗头对啊就是小的时候啊就很喜欢绑辫子哦对然后甚至就是说可能提早下课我什么的就去百货公司逛街嗯嗯嗯嗯嗯嗯嗯所以小的时候的小家营其实就感受到呃投资股票透过正确的投资策略对 选对股票你看那时候去选台积电哦哦选对正确的股票选用对正确的策略其实对于生活品质的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对啊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懂我只是觉得哎好像股票赚钱就有很多很想要达成事情都可以完成让你离你的梦想更近嗯让你离你的梦想更近对对对好那这个是小学三年级的小家营对然后而且我记得我吃早餐的时候 嗯嗯家里的电视都是非凡新闻那时候有一间投资叫东陵投资哇哦然后都是什么华尔街或什么的然后小时候就不懂为什么都要看这些东西吃饭要看这些哎可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些已经潜移默化进入你的这个对我那时候心灵哦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投资老师怎么每一个都说什么留美MBA好像很会赚钱嗯然后就看那些电视节目也不知道说会不会赚钱好种子已经种下去了对对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发芽茁壮就是说我后来大学念的是财经系哦哦对那因为我爸妈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我想要赚钱就是要在钱困里面打滚我外婆也说过一句话嗯就是怎么样赚钱最快钱滚钱对钱滚钱最快对真的对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哎什么科系可以赚到最多钱好像是财经系结果你就去念财经对因为财经系毕竟就是可以从 投资学的领域里面学到很多专业的技能对跟食物去做match的动作嗯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哎也念了财经系那也知道啊好多商品哦什么选择权啊期货啊股票啊现在有什么权证又来个比特币好多哦对啊比特币挖矿有没有那时候也疑窩窩窩 哎你知道我以前很怂我以为真的要去挖然后被人家笑他说没有那是一个虚拟的所以哦在这边也跟大家讲嗯投资其实有很多的商品很多的管道但是呢一定要跟专业的真的一定要跟着专业否则哦你真的光是自己的心魔那一关你就过不了那当然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跟佳莹老师来做最立即的互动嗯嗯好 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老师嗯成为一个分析师到底要通过哪些考验分析师可以直接说我想要成为分析师可以啊我就会变分析师吗分析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这个券商跟金融机构相关的工作经验一年以上哦一年以上券商或金融机构而且你要高级优远的牌哦你要去考照对考证照考证照然后混到资历之后你要考过 全国的那个考试很其实不容易耶其实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跟你说你觉得这很难吗不当你真正变成一个分析师你要去选股你要去面对你所有的会员给你的期待对那压力非常大更大更大的压力哦但是呢佳莹老师乐此不疲他觉得说 我有这个能力然后呢我已经透过正确的投资让我离我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的实现一个一个的实现然后我现在可以让我这个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实现他的梦想他乐于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有任何的投资问题你就找他好不好直接拉一个粉丝团加起来直接给他问立即的互动不要客气不要怜乡喜遇好不好 因为我刚刚在上半段老师选了七字头的联军对这档股票直接翻倍赚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很有感觉老师在节目当中有分享就算你不是七字头开始跟着老师但是你在节目当中其实听到多多少少我觉得都有赚到对但是不够老师我贪得无厌好不好再来一档好再来一档那我们知道说之前我跟德宇聊到 AI的四大主流里面有COAS散热ODM还有CPU对还有CPU那刚刚分享的CPU之后现在就来分享2486一拳好对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其实AI的股票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是不是呈现一个大涨对包含了这个散热的股票就是披着皮衣的Future来台湾了就是到底为什么他那么不怕热对啊天气再热他都穿皮衣所以说他的皮衣里面有放那个散热系统你确定而且是水 没冷室了吗好所以呢其实黄仁勋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Top of Sales他的行销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当然也透过他让台湾被更多人认识因为他不断的行销台湾不断的行销AI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前一波从TradeGPT开始以来伺服器先涨然后散热一直到CPU甚至到现在都还在缺货的 COWAS这个商机怎么样掌握好那我们知道说之前我跟德宇聊到我们挑股票就是要从多元题材做切入对那刚刚有说了我的选股就是题材面基本面跟技术面那题材的部分之前就有说披着皮的男人一来他清点的股票哇真的是涨很多没错包含了韦恶的这个散热大厂的双红旗红都大涨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有什么样子的股票可以复制双红旗红大涨的模式 位阶才刚刚起涨向上那就是挑到2486一拳这支股票老师不是说双红旗红不好但是他先涨了位阶高了那我就祝福他但是我要带我的会员甚至带我的粉丝一起来赚的是那个位阶低空间更大的股票老师挑到了一拳那一拳有什么特色一拳的特色很简单 他就是做这个散热片的嘛嗯对军热片的嘛之前有说他开发的这个千瓦级的高原度的这个散热元件是独家的跟工研院合作所以第一个他的产品是有独家性独占性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他除了独占性外他又切入了covas的供应链嗯所以他变成既有散热题材又有covas的题材雙题材哦可是他的股价在我们告诉大家的时候六十几块钱 你你会不会有点后悔那个时候怎么没有早点认识佳颖老师六十几块的一拳对就一拳之后的股价整整就是也是涨的比联军还要多嗯对就是翻了大概1.5倍嗯就是涨到150块钱嗯可是你可以发现到一拳的大涨双红齐红是回落嗯所以就代表说选股是很重要纵使你题材面有掌握但是技术面没有掌握的话 很有可能赚钱被赔钱对还有那个资金点火的节奏哦因为呢钱就这么一套但是呢股票这么多大家就轮流分资金点到谁谁才会涨所以呢选对股票用对策略掌握资金点火的节奏我相信是接下来在呃台北股市当中大家非常需要具备的一项获利重要的条件那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 或者说你在投资的路上觉得一个人 选股选股选股新法我们明天见喽拜拜拜拜